Hello,我是Fanny 今天我在North York Young and Finch 一個非常好的地段 為何我今天站在這裏 最主要是介紹這間很出名的 Makkees 小學 很多人問我 我是否一買 Young and Finch 的屋子 就來到這間Makkees 小學 不是的 不是你隨便買一間屋子就來得到的 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查一下School Boundary 究竟你這條街的地址是否去到這間小學 這間屋子無論如何都解不掉 為甚麼呢 因為它漂亮也是 看過對面 因為它真的在旁邊 走過對面就是這間小學 有甚麼好的 大家過來看看 進來這個屋苑 就由小學走過來 就是這麼近的 這間屋苑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普通材料 即是可以關上一步 踩單車 放下狗 你看到挺舒服的 今天這間是TriDoc 一個非常出名的建設 它去管理這個物業 後面有這類叫Stack Townhome 今天在這麼地利的位置 因為附近的真的 FREE HOLE TOWN HOME 它們可能都已經賣到 160萬、170萬了 所以今天這個比較相宜 而又是地王 大家來看看 進來這間屋 現在是第一層 這一層樓 你看到是很寬敞的 這間業主做了全家屋的工程 全都換了 它之前是地毯 現在都很漂亮 因為現在是很流行 一隻很灰灰的啡色 你看到窗門很大 同樣可以看到 是放到一個FREE SITED 和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你看看 例如我們早上出來 這個廳真的很大 看看外面的景觀 這一層樓是很好用的 挺好 有一個FREENCH DOOR 這間房子不錯 其實之前業主的女女 一個人霸佔了這一層 可以看到 自己身後面有床 還有女女本身有個Dress 當然我們賣屋的時候 沒有傢俬 其實現在Asher也沒有傢俬 你看到寬闊度 其實有時住一間屋 就是有一個感覺 和真正的FONTAGE 整個闊度很寬 感覺在這間屋裡很舒服 在這間屋裡 這一層樓怎麼會沒有 一個最重要的洗手間 各位網紅 這個洗手間 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有個洗手間 而且很大 你看到 它很大 你看到 Vanity 是由這裡到這裡 甚至乎做一個Double Sink 也可以 而且你看到玻璃 也是很舒服 現在流行一些 自製造的玻璃洗手間 是一個FREE PIECES 這屋樓 阿女兒已經破壞了 有一個好處 其實這個COMPLEX 這個TOWN HOME 其實有些人 是真的將這個 整體租出去的 為什麼呢 這個租客 如果真的租出去的話 他可以用這個門口 正門進來 和樓上 即是可以不聯繫 當然要做到這樣 可能這裡要做些裝修 封回這個樓梯 整個門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帶大家看看二樓 為什麼可以做到一個SEPARATE UNIT 看看 上到二樓 為什麼剛才這麼說 可以TOTALLY SEPARATE兩個UNIT 最主要是 這個是他們平日常的出入門位 開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外面有一個走廊 其實這個攤空很有趣 其實他們拍完車 他們在underground 在地下停車場 坐回一些 上回來的二樓 由這裡直入這間屋裡面 進來門後 一望這邊當然是一個laundry 或者擺衣服 但其實很長時間 跟我過來看看 你看到 直接進來 為什麼是這個攤空 所以你會看到 電熱水爐 furnace 和洗衣機乾衣機 要講一講就是 業主是invest了 就是平時租的 這個電熱水爐 但是這個是賣斷的 這間屋 冷氣機 電熱水爐 furnace 都是賣斷的 所以你不需要付這些費用 不錯的 好了 除房位 可以的 一個公置營位 公置營位 又可以看出去 外面的劇樓 例如洗手盆 洗碗的時候可以看外面 之後 煮飯 抽油煙機 你看到業主 其實最主要是新的 你看到 其實是遮蓋 因為為什麼 業主保護新的appliancers 你看到新的 我已經買過新的爐頭雪櫃 很genreous 其實 你看到 你可以放微波爐 咖啡機 連洗碗碟機都是新的 好 看過來這邊 其實這一層樓 你可以甚至乎 很genreous 你可以有一張很大的餐桌 坐在這裡 看外面的balcony 你可以看到二樓 整個生活空間 是很不錯的 當然你可以 很舒舒服服 可以在一個assin chair 有一個assin chair 坐一下 看看這邊 其實我最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露台 今天真的很好天氣 看看 跟我出來 很久沒試過陽光普照 氣溫又有十多度 這個露台其實是可以燒烤的 你看到 其實看出來 跟對面的家人 距離都很遠 你看到庭園深深 那些人好像可以繞圈 走一下街 還會看到天空 大家看看 這是什麼 其實這是冷氣機 它跟正常的 方形冷氣機不同 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特別的 衛康島做 而業主是賣斷了 當時他用了 差不多八千多元去賣 是不是很遠 感覺很寬闊 再講一下樓梯 其實這個是重新再造的 是一個屋桌子 業主是之後 做了全部地毯 看到他現在用了 最新興的 闊條少少的木地板 再做樓梯 這是最難做 為什麼 因為這個顏色 是染回去 跟它一模一樣的色 你當然問 為什麼這堂樓梯 這個vailing不同色呢 業主都想了一段 其實現在很流行 可以用回木柱仔 正方形的木柱仔 你可以用鋰匹 即是鐵 以及用玻璃 只做這裏是不貴的 所以業主想想 不要搞那麼多 給新的人做 為什麼呢 如果你用玻璃這隻 小朋友又不對 因為他維持不到鐵柱仔 所以下一手 他有小朋友 他可能會想要這個vailing 或者他不轉還不行 但是如果你用了玻璃已經不行了 甚至用鐵也危險 所以很視乎下一手業主想想 是很考慮的 去做這件事 我們上樓上看看 上到三樓 很帥仔 有個天窗 很光 我喜歡天窗 因為天窗真的是光 你可以看到 整條樓梯 可以射到下面 先過來看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真的不要小看他 今天真的很光亮 很漂亮 是不是很大 很遠 其實你看到床 現在是做了一張雙人床 即是雙人床 其實你可以看到闊到 王尺寸床 還有很多位置 你可以三邊下床 而我喜歡這種窗 很漂亮 而這裡還做了蘭河 其實是不會入睡的 好了 你再看看 這間房子很新 因為有油 做了地板 如果你的色彩調適合 就完美了 你最誇張的是 四個拖門衣櫃 四門衣櫃 你可以想到 his and her her都會佔了三份 his 麻煩自己躲在這裡 我最喜歡弄一些 男士主 不過是真的 這裡可能都不夠了 把隔壁放在旁邊 我回房間 套館的套館在哪裡 過來看看 大了 很大 有淋浴 一個玻璃浴 有Vanity 一個星盤 有洗手間 還有一個浴缸 浸一下浴都舒服 多闊 多長 這個就是套館 我們過來看另一間房 這間房 就是我們叫Danny 但其實它的用途 就像陳仙娜 女女的房間 就是一間大房 有一個釘 其實這裡你可以看到 現在 我們特意給你看 其實是用了一張單人床 因為兩邊都可以擺到床頭櫃 甚至乎可以擺到雙人床 queen size 都可以 再看一看 真的很闊 是一間很闊的釘 你看看多離譜 例如康島那些 你可能只擺到單人床 就已經不行了 你看我躲在後面 還不行 業主又賣衣櫃 會給你 另外一件事 就是業主投資了 因為這間房 你可以看到 是一個磨砂玻璃 如果外面的光 是可以射進來的 所以也挺考慮的 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學校網 這間town home最漂亮的學校網 就是在對面的小學 Makie 以及中學 可以去到Earley 所以很多人真的問我 Fanny 我怎麼進去Earley 這個complex 這個town home 最好的好處 是兩間都可以去到的 好了 這間房子的尺寸是什麼 就差不多1600呎 1553呎 有一房兩個釘 釘大到是等於三個房那麼大 包一個車位 它是在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它可以坐升降機 直達這間屋裡面 而屋苑是tridale building 所以它的管理是很完善的 不需要外場維修 例如窗門、屋頂 全部都是管理費包了 它的security很好 因為它有一個 gatehouse 在外面攔住人 變成你很安全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隨時找我 喜歡我們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分享、Like和Subscribe 還有按鈴鐺 下次見